歡迎繼續收聽映華春秋的港客實錄的第三節 今天集很長 竟然有人聽 還有人聽,還有人頂到,繼續聽 我們剛才說了一套很難頂的金剛村 今次就說一套沒有那麼紅的中共宣傳片 嗯嗯嗯,惡策片 奪冠 袁銘就是中國女排 這套戲有個故事 原本是放在賀瑞蕩上畫 後來因為疫情的緣故 一退就退到國慶的檔期 這套戲本身在 送檢的時候其實也出了一些事故 話說 就不知道應該是 中國排球聯會看完這套戲之後好像就不太滿意 以及當中其中一個很出名的教練看完這套戲之後 他就很生氣,覺得這套戲醜化我 結果就 結束了一段 最後這套戲是要 改名做奪冠的 而且我相信 某一些對白是曾經 收改 甚至乎是 錄的對白 你覺得有沒有這個情況 是嗎 我沒有這個感覺 我不知道 我簡直不知道 因為這套戲很有趣的 除了 狼平教練 以及 現在的 國家隊的成員之外 其實舊 排球隊的成員 以及陳忠和教練 在這套戲裡面 是沒有名字的 變成了主教練 以及號碼 我相信 因為有人投訴這個原因 你覺得我這套戲 不能代表這個中國女排 所以這套戲就要改名 以及一些 跟中國女排有關的名字 就要刪除了 我記得第一代那個 帶領第一次拿世界冠軍那個 教練都好像無名的 噢 不是陳忠和嗎 再之前那個 拍攝後山的時候 狼平 那個Generation 不是有個 主教練的嗎 是的 我的印象中好像也沒有名字 噢 OK 那個是吳光辦的那個 吳光辦的那個 是不是 是的 袁偉文 袁偉文 是的 你的意思是 他的信息是沒有名字的 是的 這套戲裡面 都沒有說了他的名字 噢 陳忠和教練就整個名字消失了 因為 其實 怎麼說呢 他 投訴完 他投訴完之後 所以 所以就沒有名字了 那我後來就有 我的家人就說 其實 他有些比較像是另一個教練 這個我就不知道了 因為我有看回製作特輯 其實製作特輯比這套戲更長 導演就解釋 就是說 由於 我拍 舊一代的中國女排 我不是跟 本身的運動員 那個性格來 性格或者特性來拍的 所以就只剩下一些號碼 但是我看回資料 釘了那個 那個7號 其實是 是真有其事的 就是釘的那個真的是7號來的 那個是陳朝廷來的 你說是不是完全不跟我覺得又不是的 所以 你看這套戲我覺得 除了狼平和現在的女排成員之外 其他人全部好像都沒有名字 我覺得是有些 奇怪的 就是我找一些瑕疵 還有你做一個很大的瑕疵 就是 開頭祖國至上的四個大字 國策片 沒有辦法 他當然是這樣搞 國策片 我不是 想拍來做宣傳的 我都要強行拿你這套戲來做宣傳 所以又要加一些東西進去 還有他 片裡面最開頭說到 中國 文化大革命之後 改革開放 然後國家開始發展 等等 他有一堆片 其實那堆片 都拍得不好看 是 沒有辦法 那些是打狗血的 但是如果你說打狗血 其實我看回過往運動片的例子 有一套戲叫卡農 不知道你有看過 台灣那一套 卡農有 卡農很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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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一棒入雲 是啊 他吐氣 開頭頭一個小時 其實都是 說著日治時代的台灣 那些人怎樣生活 只不過那個分別就是 卡農是 完全是把那個時代代入了這群排球員身上 是說著那群排球員在這個時代之下怎樣生活 即是他是用了一個小時 運動片 他真的是一個運動片 他真的是用了一個小時的時間來鋪排這件事 但是奪半是沒有鋪排這件事 所以 就會大壓很多 我不是說 你拍一套奪貫 你不能作國策宣傳這件事 但是 你是一定要將 那個時代融入 在排球員的生活裏面才能夠 做到這件事 嗯 也可能就是 本身陳可生派托起的時候 他都沒有想過做這件事 後來被人指導之下 要 要 階段的東西下去 那就沒辦法了 那些又是 後來展進去的 是啊 唉 我覺得是這樣 我覺得是這樣 不過除了 剛才我們說的兩樣比較大一點的東西之外 其實套戲的質素是不差的 我覺得其實有點像狼平傳 其實整套戲是圍著狼平來講的 是啊 所以這套戲 如果你改名的話 你直接講狼平傳 其實會更加好的 你叫狼平傳的話 陳忠和就沒有很興 因為 為什麼陳忠和看完這套戲之後這麼興 第一就是 他裡面有一些 年輕的那個議員 扮他的時候 他會有些情節 他覺得醜化了他 二來 他這套戲其實是沒有 他沒有怎麼說到陳忠和 2004年他帶領過中國女排取奧運金牌 他也有公職 是的 但是這套戲似乎是有些忽略了這件事 忽略了這件事 沒有說到沒有提 他也好像有一個鏡頭是交代了這件事 但是很快又略過了 所以你這套戲 如果你就這樣叫奪貫 就這樣講中國女排 某程度 你會覺得有些是貶低了陳忠和 所以應該叫狼瓶傳 我覺得狼瓶傳是好看的 但是如果你以一個狼瓶傳的角度去看這套戲 我覺得 拱你做的電影 就完全收到貨 對呀 很厲害呀 舉手投足幾次狼瓶 握筆那些多厲害呀 因為他真的有做故事 去看狼瓶比賽那些動作 他那些小動作真的很像狼瓶 而且我後來才知道 原來年輕的狼瓶是狼瓶的親生女 那個是白狼 對呀 竟然 而且為什麼會演戲呢 如果我有看過製作特輯呢 他是找一個戲劇老師來逐句對白教 他教他怎樣說的 哦 而且他本身打排球就很厲害了 應該 他有打排球 當然他一些排球的基本功 他完全可以做到 還有真厲害呀 那個 我開始不知道是他的女兒 哇 跟狼瓶的樣子是一模一樣的 真是很棒的 除了拱你做得好之外 阿老婆 之後他自己再進去看那套戲 他直接在出Creddy的時候才發現 原來做狼瓶的那個是拱你 拱你整套戲演得很好 由頭帶到尾 一到 他們新女排一出來的時候 就全部都是集中在他的戲 還有他雖然你都看到他是 扮狼瓶但是 他是做得流暢的 他不會很造作 他不會有一兩下突然很突压 是很刻意去扮狼瓶的 這個就是他 豐富的演戲經驗 就是為他帶來的演出 就是這樣 那你覺得黃瓦怎樣呢 我老婆就說OK 我不喜歡 我自己不喜歡 我覺得 The Wrong Casting 我覺得就 Casting 錯了 我覺得 想要第一件事 黃瓦作為一個 喜劇演員的樣子 實在入型入隔 本身他的樣子也太過喜劇 他就算怎樣演 他在演出 他無法失去鄉下老的那種味 所以 你看到 做暗吳光 去演教練 即是老教練 演得很好 是不是 你覺得是令人信服的 但是黃瓦是 你看到他 他就算怎樣演你都會看到 那個是黃瓦 朗平就沒有 阿龔利就沒有這個感覺 你會覺得這個是龔利 這個是龔利不會 但是黃瓦演來演他也是黃瓦 你覺得嗎 我知道 如果你是有 看過黃瓦的演出 你是會有這個問題的 我老婆就沒有看過 黃瓦之前的演出 那他就不會覺得有問題 我就看了很多他的演出 即是瘋狂的石頭 無人區 我看很多他的戲 我看很多他的戲 那些全部都是喜劇 你看完之後 你就會對於黃瓦有個印象 你洗不掉你就會覺得 我覺得他演出就會有問題 還有你不覺得他 他整套戲都是帶著瘋狂的石頭 那種演法來演 即是 我上次我們大家討論過 你一個教練不應該這樣輕挑浮躁 我不知道他 我覺得他已經去修煉了 但還修煉得不夠 他脫不了那種黃瓦命 他脫不了那種黃瓦命 所以 他就算演到不輕挑也好 那些人都覺得他輕挑 有些演員是這樣的 即是你好像Jim Carrey 你怎樣演也是Jim Carrey 當然Jim Carrey 都可以演到文氣 但黃瓦是 我覺得他勞教不了那些文氣 他就算在車上 和黃瓦怎樣去說 那些文氣 內心 然後在會議那裡 怎樣去 去支持 去反抗 他也是一個黃瓦 我不知道是因為我讓他入腦 還是怎樣 但我真的覺得他的腦 打不了 我和你都讓他入腦 但我老婆沒有看過他的電影 他沒有入腦 他就覺得沒有問題 他覺得黃瓦沒問題 他覺得沒有問題 他覺得 很好 他做過教練也很沉穩 但是你比起吳光他就差得很重要 對嗎 因為你有比較 吳光是演得好的 吳光和朗平是演得很好 不過這樣說 因為現實上陳忠和看完這套戲之後 傳聞他就很不滿意 但這套戲有沒有寫衰 我覺得你最多說寫少了他 但有沒有寫衰 我覺得他沒有寫衰 如果你說寫衰一個角色的話 你之前有沒有看Dango 打死不離三婦 有有有Dango Dango 當然有 我不喜歡 Dango 裏面那個 國家隊那個教練 其實 他一套戲就說他 困住了阿米 Khan 令到他出不了賽 Dango 我有看 Dango 我知道 他印度緣打死不離三婦 好看 他有一幕就說到 國家隊教練困住了阿米 Khan 令到他出不了賽 對呀 但現實上 沒有這件事 只不過是 現實那個教練 是因為另一些原因 所以 沒有看他的女生比賽 但是因為這個改編 令到很多觀眾 不以為那個國家教練 真的是 真的是一條粉腸 對他作出很多的批評 那個教練其實都有點 微言 就是 我沒什麼沒這樣做 你為什麼寫衰我呢 那這些當然就是一個 你可以說是一個 戲劇效果之下 的一個改編 如果你說寫衰一個角色 我覺得你跟Dango 似乎奪冠 又未至於 去到Dango這樣的地步 陳忠和本身已經 在大陸已經 是 某個程度是英雄 所以 你不會寫得衰他 又沒有什麼寫衰他 只不過是 你找了一個 不是太適當的演員來演他 是啊 我覺得非常不適當 這個是一個很差的 那 說到其他的演員 其實 片的後三分一 其實就是 找了一些 真的 排球員來 推映演員 來演 我覺得 他找一些素人來演 又演得挺好的 沒有什麼違和感 我最想不到是 朱婷竟然認識演戲 最高那個 朱婷竟然認識演戲 朱婷的樣子是默默獨獨的 但朱婷 你明顯看到排球員是有演戲的 竟然認識演戲 多厲害 這是很值得贊的 這是導演的功力 他能夠運用演員本身的真實經歷來 導演演員如何 做他自己出來 我覺得這是 成功的 以及他裡面的排球場面 其實也拍得挺真實的 你要 分辨什麼是一個 拍出來的場面 什麼是一個 真實的場面 你是要靠 巴西隊運動員的排球隊 那件球衣服來演戲 我有件事想問你 他外國的球員 是不是都好像是真球員 是不是 他有些球員是真球員 不是 我的意思是 外國的球員都是真球員 他找回真球員來拍的 對 退役球員來拍的 巴西他找了幾個 退役的國家隊球員來拍的 這件事是挺厲害的 你可以找回退役國家隊 我覺得這個有誠意 有誠意 還有他做到那個場面 因為他都 用了不少CG的 因為如果你看比賽的場面 其實他後面 那些觀眾其實很多是CG來的 但是你又不是很看得出 那些是CG來的 我覺得這個是成功的地方 還有他電影雖然說中國女排 但是 他又不是完全是一套中共的宣傳片 我覺得 又不是的 他裏面都說了一些 即是郎平對於國家的體育 那個機制的一些意見 他都是很表面 嗨嗨的去提及這件事 但是我看網上的資料 其實本身 拍的時間是更長的 已經CUT了很多 因為可能看完之後排球聯會不滿意 然後就叫你CUT了 說到阿郎平他教那群排球員 就是說你為什麼要去打球 不是就是為了國家 你都要自己上打才去打 我覺得這件事就跟你 片頭裡面說 做國節上好像 有點差異 你始終是國策片來的 你一開始就一定是打雞血的 我覺得這是無可置疑的 我覺得 第一這件事是國策片 還有 我們經常提到那件事就是 你導演拍完 其實有時候有些政策上的東西 他到了後來 過了電檢 再加鹽加醋 你無可置疑的 但是 我之前有跟你去討論過這件事 就是 我覺得 美國大部分都是國策片來的 對不對 你拿下復仇者都是國策片來的 但是國策片就是應該這樣拍 你國策片來到最後 其實始終都是一個電影來的 你一定要用這個電影拍得好看 然後去宣傳你的國策 你不是搞得像金剛村一樣 你是國策國策,但你不是電影 就是這樣 但是現在有個趨勢就是 似乎審批那群 就覺得 你這一堆所謂的國策片 國策的宣傳力度不夠 所以就要求你再加多些東西 就令到 吐氣就更加國策 但是反而 你加了料之後 就變成了 不是我們想看的那種口味 我經常都會說這件事 我們會跟大陸人去看會有出入的 即是 我們可能你打了防疫針 或者你沒有受過那種洗腦教育 你去看 你就會看到有些差別 還有你會覺得 你有另一些期望 但是我本身從小到大 我已經打了這些 雞血打了那麼多年 你受了這些外國教 那麼多年 你看不到你看到的東西 你不會有那個期望 除非你真的爛到金剛村 我覺得 又或者這麼說 其實你中國女排 對於我們香港觀眾來說 其實都是一個比較熟悉的 一個體育的一個團隊 你每一年 女排都來打一個大獎賽 你的女排 每一年來香港打球 其實這也是一個國策 都是一個國家教育 對於我來說 我自己覺得 其實中國女排盤就是代表中國 為什麼重要 其實是沒有必要 再加 那些什麼祖國至上 那些開放 令到什麼排球隊 不知怎樣 去成長 那些東西 我覺得是多餘的 是 但這個問題就是上一節 我們有提到 無論是 在大陸也好 或者甚至乎現在 在香港 一些很不必要的 愛國宣傳 特別是你看到那些 那些官 那些古靈精怪的政策 每一件事 都是 不必要的做多了 是有的 做完之後出來的效果 可能令你更反暗 你不做的就可能 我被你讀了也不知道 但是 我發覺 這是一個 凡事都是做多了 但是政府那邊 或者 大陸那邊覺得 做得不夠 因為他收了錢 他要做事 又或者 他不做事 就會覺得 沒有表現 我的理解 就是 在大陸是有一個 這樣的思考模式的 起碼我在這裡生活了那麼久 和他們合作了那麼久 我發覺他們的人 就是 他很喜歡不停做一些表面化的事 要做很多事 其實主要的 不是這件事做得對不對 但是最重要我有沒有表態 這件事對不對是不重要的 但是我一定要表態 我要令到我的上司快樂 我要令到這個政權快樂 我令到 總之 我對上我的老闆快樂 這樣就可以了 但是這件事究竟是對和不對 以及要做那麼多 要不要做那麼多 不重要的 其實整件事就是國王的新衣 就是這樣 我最重要是表態和表忠 所以你說那些多了的事 其實那些是表態和表忠 所以其實看 近年來的大陸片 這一類表態 其實是越來越明顯 以及越來越多 我覺得 作為一個觀眾 其實你就要 你就要去分辨一下 究竟 這一種表態 哪些是 真是 導演想去表態 哪些是 你要表態了才能夠 才能賺錢呢 其實 我覺得也不用 其實有某些導演 其實 你一看到他的名字 你已經知道他的電影不用看了 因為平時他自己已經在 看他們自己的 所謂社交描體 已經表態了 對不對 那些根本上拍什麼出來 都是多餘的 就是這樣 跟某些藝人都是一樣 是不是 我們自己知道的嘛 你有沒有看中國機場 什麼來的 中國機場 我沒有啊 我不行啊 你不要經常叫我 看這些電影 我沒有看過最後 你看了嗎 看了 好噁心 是不是 不是 那架飛機 撞不成 機隊人員 最後 僑倖生還 然後最後 一群人都在唱紅歌 我看到第一條 很假的 我有看一條 我覺得CG做得很差 第二件事就是 空姐很醜樣 全部都是整形人 好噁心 真的好噁心 我不敢看了 男主角又不靚仔 雖然他很紅 最後再說一件事 我們剛才說了越來越多 國策片 和一些 要被迫加料的國策片 究竟再看幾套 我們會撐不住呢 不用了 看一套金剛穿就撐不住了 一套撐十套 對不對 是啊 我覺得有些戲 好像你這樣說 有些戲是 如果以這個戲來說 其實是可以看的 例如我們上兩節說 800是一套 電影來說是一套好的電影 對不對 奪冠 我真的覺得不差 我沒有看IMAX版 我不明白為何要看IMAX 這個真的很奇怪 大陸的戲是傻傻的 韜韜都有IMAX版 但是你不是用IMAX機拍的 你看IMAX 你還有看類似 你都是劇情片 我為何要看IMAX 是嗎 我和我的故鄉都有 4DX版 金剛穿都有IMAX版 你會不會再看多一次 看會不會好看 你瘋了 大哥 你看多一次吧 我反而想知道 這個我和我的家鄉 是怎樣的4DX版 我一直在搖 呵呵呵呵 不明白 奪冠應該是這麽多 但是 對 我們 拆完鞋 我們講完國策片 我們今晚就在這裏 最恐怖的節目 我們挑戰最低的收聽 對 對 我們就跟大家說一聲 拜拜 好了 拜拜 拜拜